变因 好那这个是先观察 第二个部分 观察这些排除了之后 那以下就可以动手了 所以我们是有步骤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其次按推原始痛点后 病症的不适感或功能紊乱 是否仍无改善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即表示 疾病之主因在于本处体伤 处理上先以外内热源为主 后以按推原始痛点为辅 好前面已经讲过了 观察可不可以大约观察出 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可以尤其正的体力虚弱 还有状的组织受损 对不对 那排除了这个 那按推 再来诊断是诊断什么 证的不适感还有功能紊乱 这两项 那这个要靠按推 再进一步确定 不是不适感都是他处 有没有可能本处 有啊我昨天有讲 进入屋内一片漆黑啊 那到底是电灯坏还是开关没开 大多数是开关没开对不对 好那开了应该亮而没有亮 而这时候你就合理的怀疑怎么样 灯坏了 灯坏了就有本处体伤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一百次只有两三次坏掉 但你也不能忽略这样 所以我们只能说多数他处 但也有可能是本处 那要精准一定要靠按推 就是这个道理 那第一 好那这两项做齐前了 第一个先观察 第二观察出来之后 再来按推 再变 按推其实它是变什么 证的不适感跟功能混乱而已 然后这样来分出它 到底是本处还是他处 好那如果确定 没有症的体力虚弱 或壮的组织受损 那按推也怎么样 也有效 那就是他处体伤了 那如果这两项中 其中有一项 那就是属于怎么样 本处体伤了嘛 因为你有体力虚弱或有壮 那也是本处体伤 也是要先温敷嘛 那如果没有这 那按推没有效 也是要怎么样 属于本处体伤 也是要先温敷嘛 后按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说 如果以此二者的情况 都没有出现的话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就属什么 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的处理 一定是以什么 外内热源为主 先以外内热源 先后也要注意哦 一定要先温敷 喝姜汤 为主 然后再来 才可以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 然后作为辅助 那这样就清晰了 那下面就是反过来 来我们看下一段 反之若两者皆否 即表示疾病之主因 在于他处体伤 处理上 先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后以外内热源为辅 好 那当然反过来 就是属于怎么样 他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 以什么为主 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外内热源为辅 那你看来看去 跟第一段有什么分别 第一段就是说 所有疾病皆因 体伤热能不足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体 按推也要 内外热源也要 所以第二段就是 更精细的分出来 到底 虽然都要应用 但先后主次 就有分别了 第二段就是要变出这个来 如果不变 会有危险 你每一个来都按推 先按推后内外热源 有没有危险 确实有危险 所以这样变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样就完全安全 那这样可以应用到怎么样 所有疾病 都是不坏 就是逃不过我这一条 也就是这一条等于 几乎可以把中医的所有怎么样 症状的问题全部解决 就在这一条里面 我已经提出 他的诊断方法 也提出怎么样 治疗方法 然后把所有的繁复的问题 全部融入在这里面 这样是不是很容易 那之所以会那么容易 其实背后下过什么功夫 就是找了位置出来 昨天我们特别强调的手法篇 因为位置我花了五年 把大开关找出来 然后大开关找出来之后 只要我按了 有没有效我很快就知道 如果我按了大开关都没有效 那小开关更无效了 那你就可以分出他处跟本处来 是这样才发展出来 那这个对医学而言 我只能说是前所未见 诊疗合在一起 你在按推的同时 既然也是在治疗也是在诊断 你不信你翻开所有的医学史 这绝对是空前结后 以后我认为不可能出现 不可能 那这个把医学推进到什么 另外一个层次 我后面还会讲到 因为他诊断跟治疗合在一起 然后他也可以达到自慰病 你没有病你也可以先怎么样 健康检查一条脊椎七处你按按看 如果有痛点你就知道 他疾病的因已在 只是怎么样 炎还未具足 所以果报还没有现前 等到他风寒一来或生气了 体伤加重的时候 他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他也可以达到怎么样 自慰病 这个后面我们会提 所以他的意义非常重大 我说从按推 然后推进到诊断 然后把两者结合 等于治疗跟诊断 紧密结合 这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出现 那所以这一套 你说他是治疗吗 不纯粹 你说是他诊断吗 也不对 他在过程中已经在治疗 那这个变体伤位置 你看任何病 我说疾病不外就是症跟状 那症跟状不外就是 他处体伤根本处体伤 怎么可能还逃离这个 所以我说任何病 不就可以处理了吗 整个方向就清晰了吗 所以我说光这一套 就可以独步所有的医学了 既简单又安全 你们光这一套 已经可以走遍江湖了 但不要说治病啊 你们都没有牌照 会被抓我可不负责 但是我敢讲 光你们这样的诊断 绝对比任何医师的判断 还要准确 然后很果断的就知道 这个是应该一针 先针还是后用药 或是先要先揪才用针 完全清楚 你看哪个中医师能够讲到明白 不可能 但你们现在如果真听懂 你们已经有这种能力了 因为他对医学界是什么 不只中医耶 对西医完全是一个推进式的发展耶 你不信你看你 他们诊断要多少时间 我刹那间就诊断出来 我昨天还放脑震荡的给你们看 揉了没有效 我就说他头部组织受损了 甚至可能出血了 有没有 还记得那一个案例 为什么我有办法 我按推几分钟就知道 根本不用去照 那结果我也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治疗 为什么 诊断跟治疗合在一起 我才有这种功力啊 所以是这样来的 你们还不知道 要不然那些重病怎么做出来 一些些为什么又做不出来 是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诊疗体系 那更难能可贵的 还有另外一个体系 但我先不说 因为这一道体系 我们还是要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无论是经络穴位 阿氏穴 乃至原始点的研发 都是为了解决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但由于病症的体伤位置 他处本处皆有可能 因此若要从因解决病症 必须辨明体伤位置 也由于体伤位置辨明后 才能决定改善热能不足的 外热源使用原则 此即 属他处体伤者 温敷应以原始痛点为主 患处为辅 属本处体伤者 则反之 可见 医疗若不知疾病 可由不同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就会误入歧途 延误病情 我们现在来把黄帝内经的 经络学说也稍微谈一下 因为经络理论在黄帝内经 占有很大的重要部位 这个也影响到整个中医的发展 很多经络学说也起了 这两千多年来起了一个很大作用 包括国外的很多 我相信很多西医啊 他们真正想学的中医的部分 我认为是针刺细胃 针灸部分 为什么 他是找开关 然后来治疗他处体伤的疾病 这个我 但是黄帝内经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了 我是把它清楚化 如果他讲得清楚 我就不会 以前患者来 眼睛痛我也扎人家的眼睛 因为患处是不能扎的 因为你要知道针刺穴位 为什么要针刺穴位 因为找开关来治疗你那个 症的不适感 对吧 那如果本处体伤像壮的组织受损 怎么可能靠针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理都说清楚之后 我们就很确定了 针只能治疗怎么样 他处体伤而不能治疗怎么样 本处体伤 这也是为什么 中医会发展到一针二灸三用药 因为如果没有灸跟药 你本处体伤 譬如症的体力虚弱 或壮的组织受损 你自己怎么修复 你靠针是不可能治好 那很显然 那这样就可以归类嘛 经络学说 就是为了解决他处体伤的病症 你看我是很笃定的这样讲 中医搞不清楚 针到底是治什么病 我就是说我早期有一个患者来 我就扎针 眼睛痛我就扎眼睛也扎手 当然我也不知道哪一个针对或错 但是患者当时候是对我很赞叹的 他跟我讲 张医师你怎么那么厉害 眼睛痛你可以扎进去 然后流针那么久拔出来 我眼睛竟然不流血 那我进一步问 那你眼睛有没有比较好 他说没有 我最后才知道我的技术很好 但是效果很差 那医学最重视的是技术还是疗效 效果嘛 所以我现在来看 那这个就是根本很多医师 像我这种也会犯错 那一般的医师也是一样会犯错 同样的 那不信你们看看嘛 很多人头痛去给中医师扎针 当然也有人扎手也有人扎脚 但也有医师把整个头扎成像刺蝟 你们看过吧 有啊真的看过 那这个是错的 你一看扎着刺蝟的那个医师 真的不了解黄帝内经讲 原来黄帝内经讲的针刺穴位 就是找开关 比如你胃痛 你就找竹山里 哦就是找开关嘛 那胜负点也是在胃子开关嘛 那你心脏不好你就扎内关嘛 就是教你这些 然后把开关找出来 所以经络学说 为什么要有三四百个开关 就是让你有所选择 但是因为又太多了 你一下子又茫然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经络学说 其实他很明确的就是要 他处体伤的病症 但是因为没有人读通 包括我也读不通 所以黄帝内经博大今生啊 不像原始点很快你们就通了 是这样 那好经过一千多年之后 也没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法来 就是大家都遵循着 黄帝内经的经络学说 直到唐朝孙思苗出现 就改关了 因为孙思苗也是 有一次患者腿痛来 他帮他用经络针刺穴位 结果扎了半个月没有效 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医学家 我认为跟 不是他不会犯错 伟大的医学家也会犯错 但伟大的医学家 就是在犯错之以 他懂得怎么样 去反思 然后去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行经起泄 照经络学说会没有效 他就是这样不同于人 所以他到了半个月都没有效的时候 他叫他患者再来的时候 他就改变方式 这一次他是怎么样 他腿痛 他就往腿痛的上方开始压 然后问他痛不痛 然后患者一直摇头 然后压到一处患者突然间 啊一声 然后他就压的那一个痛点 他就扎针 结果患者腿竟然改善了 这给他很大的启发 那个启发我相信 那个洗液啊 跟我当时候我太太腹骨沟肿痛 有没有 我全身乱抓抓到屁股 哇他感觉特别痛 然后我一直按 按三天之后 结果痛止了 肿也消了 才有原始点的研发啊 那个等于开启我一扇门啊 我说那我太太全身的开关 如果我找出来 他不是全身的病就好了吗 我相信当时候他在按找出来 然后增下去有效的时候 那种洗液的感觉 跟我当时候那种窃液的心情 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他当时候 他当时候就讲了一句话 因为压下去患者会啊 所以他叫那个蟹成什么 阿氏蟹 然后他说阿氏蟹 比任何经过蟹位更有效 这是他讲的哦 那这一个这么重大的发现 照理应该掀起一个医学的改革才对 但是其实也没有 为什么我说这么重大的发现呢 因为他具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他进一步把黄帝内经的那个证 他进一步怎么说呢 他说往上推 第一个往上推就是避开患处哦 往上推 就是患处怎么样 不能按推 这个更比黄帝内经 更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理论 这是第一个他的重大贡献 第二个呢 他跳脱了经络的蟹位 告诉我们只要压到阿氏蟹 哪怕他不属于14条经络的任何蟹位 一样比这14条的任何蟹位还有效 那就是让我们怎么样 跳脱出经络应该身体上还有开关 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 那对于重大的突破 怎么会大家反应 就像你们我跟你讲 这个已经诊疗合一你们还是 没有反应 然后就淹没了呢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 那我仔细思维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阿氏蟹很难找 非常难找 那你每个人都要压 那偶尔被你压中还可以 万一压不到 譬如说你手腕痛 我们现在知道 肘部一定有阿氏蟹 有特别的痛点 那你压压压 你真的会压到那个痛点吗 茫茫大海啊立体式的 你很可能就跳过去了 对吧 那跳过去这一次就没效了 是这样 所以太难找了 所以之后的医生 也知道阿氏蟹的理论 但是没有人愿意用 包括我在诊所20年 我也针灸十几年 我也不用 是这样来的 然后这样好的 有创新的思维 照理在中医界是一个创新思维 就这样淹没了 然后又经过一千多年之后 然后直到姓张的出现才改观了 你们就知道 这个意义真的很重大 而且 而且喔 这一次的改观 是更往前推进一步 为什么往前推进一步 因为我把阿氏蟹的位置 会出现的 我几乎把它找出来 那其他我没有找出来的 当然也有阿氏蟹 但 那个阿氏蟹 就可能没有我大 因为为什么 我的阿氏蟹 不但跟患处很相近 因为比如你这里痛 我一定找最近的 比如这个是阿氏蟹 对不对 这里一定有阿氏蟹 可能肩膀也有阿氏蟹 但我一定找最近的 因为最近的最有效 你找越远的 反而越没效 所以你看 臀部也有阿氏蟹啊 臀部也有原始点的开关啊 但你手腕痛 总不会按到屁股去吧 对不对 太远了 原水救不了近我 所以原始点 他既可以找到阿氏蟹 也知道阿氏蟹不止一处 后面我原始点 我会进一步再讲 所以有了这样 就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因为解决了他之后 因为又最近 又是最大的开关 你看我按这一条 就可以管理 从手肘到手背 这个立体式全部管 那这个又证明一点 孙师妹要讲对了 原来他的可以跳脱 这些经络穴位 因为这里有手三阳 手三阴嘛 结果我全部包挂 一个位置就全部包挂 那表示寻经曲线 有他的局限性 也可以从此证明了 那这样证明之后 进一步发展到怎么样 好那这么大的开关 按了有效 应该属于避难 那为什么有少数的没有效呢 原来他是里面有组织受损 就像那个头痛头晕 有没有脑震荡 我就举这个例子 为什么我按了 人家都有效 只有他没效 因为他里面有什么 组织受损 所以必属本处体伤 那这样又分出 一个他处本处来 那这个医学就更清晰了 就越把疾病的根源 找到最源头去了 那有了这样之后 我们后面的外热源的使用 就有基础了 因为以前中医的灸 都从穴位 那穴位 你不可能解决的 那穴位有时候在患处 有时候在他处 你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没有人说得准 到了原始点他处跟本处 直到之后就有标准了 为什么 你按推有效的他处体伤 你温敷应该温敷在患处 还是他处 就是他处 比如膝盖痛 那你揉屁股有效 那如果要温敷 一定是温敷在屁股 而非膝盖 除非你按推没有效 那膝盖还在痛 这时候温敷哪里 膝盖 哇那这就 等于我们外勒菱的使用 也已经含有怎么样 诊断啦 要不然你不信 你去中医 你看看 你膝盖痛 他会不会贴你的屁股 我告诉你们 十家 十家都贴膝盖的 不可能贴屁股 如果万一你真的遇到一个医师 帮你贴屁股 那他一定跟我学的 你懂这个道理 只此一家啊 别无分号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贴膝盖 他助体箱他又贴膝盖 那我告诉你 肯定他错了 对吧 开关在屁股 你怎么会贴到墙壁去呢 那这个肯定是没有 电灯是不会亮的 一定没有效的吧 这一看就出来 但是你看 这样的道理 你不信你放眼下去 其实终于都错了嘛 没有标准了嘛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所以我说 当你有这样的诊疗体系 然后外热炎也有着落 原来 温敷怎么样 属于他处 本处的温敷是不一样 比如你乳癌烂掉 那你应该温敷是在患处 还是温敷在背后 患处的举手我看一下 温敷在背部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有人举手啊 那也就是乳癌烂掉 我把姜粉撒在背后了 就是你们怎么会这样 我说 我说本处体伤 你已经诊断突然 一看就撞的组织受损 本处体伤 温敷就应该在哪里 本处啊 那按推有效的他处 我们才温敷他处啊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治疗 你看喔 连灸他都已经有怎么样 规范 不能让医师随便贴的 那你看中医我说 为什么会被西医批评 他说反正你去十家 十家的真穴位也不一样 开的药也不一样 然后贴的部位 好像大家都从患处跟西医一样 也没有什么特别 对吧 但里面有啊 其实还要有诊断啦 那这个原始点就已经可以 把中医怎么样 进一步怎么样 外热源也提升了 这个非常重大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诊疗体系 怎么有可能做到 变体伤位置 有没有重要 重要 然后再来 因为你体伤位置变清楚 然后又可以怎么样 指导热源的使用 那这个热源使用重不重要 重要 因为所有疾病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下以下的结论了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直视之故 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的诊疗方法 也很重要 此方法是通过观察症状体力表现 推断体伤与热能不足之程度 以便病情轻重好坏 再从病情轻重好坏 以决定治疗原则 好 这里就提出 又另外一个概念出来了 前面是着重在变体伤位置的 诊疗方法 我说的是诊疗 不是诊断方法 因为它含有诊断跟治疗 由治疗发展到诊断 然后两个结合 对吧 那这里就进一步再谈 所以体伤跟热能不足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们这里又提出 变体伤热能不足程度的诊疗方法 我这里不是说诊断 也是诊断跟治疗 好 诊疗方法也很重要 那变体伤热能不足只是诊断啊 怎么会治疗呢 因为原始点已经结合 怎么结合我们来下面就是进一步说明 此方法是通过怎么样 观察症状体力 因为你要知道怎么治疗 一定从症状开始观察嘛 对不对 然后从症状 症状反应在怎么样 体伤 对不对 那体力呢 反应在怎么样 热能 可以反应热能 因为热能是一个抽象名词啊 那你要知道热能 多跟广 那一定要看你的体力啊 体力好 就是怎么样 热能够嘛 人很虚的 体力很差的 那就热能不足嘛 对 所以你从症状跟体力 你就可以推断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的程度了 这是完全合理的 了解吗 就是这样来推断 那推断出来 为了什么目的 疾病 以便 病情轻重 好坏 也就是你这样就可以看 这一个疾病 到底是轻的 还是重的 还有怎么样 好转以恶化 就在这一段 那 进一步 再从病情轻重 还有好转以恶化 来决定什么 你的治疗方针 那治疗方针不是就是 就是从诊断到怎么样 治疗了 所以它变成诊疗体系 完善的诊疗体系 所以前面 变体伤位置的诊疗体系 它是从治疗到怎么样 诊断 然后把它合一 这里是从怎么样 诊断 然后发展到治疗 而把它完全合一 又形成另外一个体系 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有两套体系 那前面已经很完善 为什么还要有这一套 等一下我们先把 这个介绍清楚 我们再来做一个解说